莲藕金王秀秀以捐钱修路为借口忽悠镇长给他站台 就是为了收购整个仙桃镇的桃子 一大早王秀秀就在大队门口这边等候了 镇长韩征也带着一群人准时到达 镇长 听说手桃子一毛五一紧 是不是镇帝 一毛五一金是真的 绝不骗人 有镇长在 他也会保证大家一定会得到自己所应得到的利益 全村人都在下面呼喊镇长真是个好官 韩征也被大家伙的热情弄得晕晕乎乎的 有王秀秀一再保证 他也开口让大家都放心 既然镇长都开口了 那肯定是铁板钉钉了 一上午的时间 王秀秀借口修路看路 带着韩征转了所有村子 昨天晚上听到了传言 今天镇长就来了 每个村子都有人上前问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咱们镇长也非常关心民生 关于老百姓们的每件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 愿意的下午就可以派人过来签合同 有镇长保证 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 就这样王秀秀不用费力就得到了一个整个镇子的信任 很顺利的签下的每个村子的合同 至于修路这件事 也不是他信口无舟的 昨天跟许飞扬一起吃饭的时候 两个人闲谈中 他倒是提了一嘴 山市将拨出一大笔款项用于修整各个镇上的主干了 但是每个镇都要向上面提交申请 优先申请过的就会优先修整 我先说捐钱修路 然后再引导他们向上面申请 这个申请能快速顺利通过的话 也需要我在中间使劲 至于避水村的大路 我准备自己掏钱修整 归根结底来说王秀秀也算是出了利又出了钱的 他这边收的桃子价格高 有工价做保证 打出了名堂 其他那些有桃子的村子 自然也都愿意上赶着跟他签订合同 上京方福摘来的两个经理 本来以为这次收购桃子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现在来了几天了 莫名其妙地被人抢了所有订单 这差事要办不成 回去肯定少不得一顿责骂 说不定连着采购经理的位置都保不住 其实方福摘给的报价一开始也是一毛五 两个人想中保四囊的差价 所以报的一毛二 现在他们一个桃子收不到 不得已也把价格提高到了一毛五还是献给 但是每个村子都已经跟王秀秀签订了合同 而且还是二十年的 违约赔钱更多 所以两个人纵使把价格提高 也没人卖给他们 两个人也暗中出了不少坏主意 可没一个成的 无奈他们只好又找到王秀秀 请他到国宾大酒店吃饭 这是硬的不行要来软的 不用看就知道燕无好燕 要是不去的话 这两个人要是狗急跳墙做出什么事 还得我来上号 我还是去挥挥他们 王秀秀觉得一个人去太亏了 于是带了张辉 罗亮 还有那四个豆鼻一起 既然有人请吃饭 不吃白不吃 白吃谁不吃 王老板 幸会幸会 新经理 勾经理 幸会幸会 王秀秀坐下以后 六个人安安静静站在身后 那气场非常强大 倒是把两个经理本来准备好的话 现在都不敢说出来了 王老板 冒昧请您吃饭还请见谅 请吃饭是好事啊 能得两位经理认识真是三胜有幸 王秀秀绝口不提他们为什么请他吃饭 只是招呼这六个人都坐下 这菜看起来不错 该吃吃 都别去数 勾经理 新经理你们也吃啊 别客气 到底是谁请谁吃饭呢 七个人也没把自己当外人 慌慌的就是一阵阵穴 一个比一个吃的香 九足饭饱以后几个人都捂着肚子 躺在椅子上 实在是吃得太饱了 勾经理和新经理两个人都惊呆了 这帮人也太能吃了吧 前前后后一共上了整整两桌子的饭菜 吃的那叫一个香 王老板 咱们现在能谈试了吧 什么事你们说 真是谢谢你们了 今天请我们吃饭 改天窝请你们 王秀秀表情热络 对着张山长几人又使了个眼色 四个人心领神会 默默地从包里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饭缸 把还没动筷子的所有菜全部给打包走 事情是这样 我们方福斋最近要收购一批桃子 但是很不巧 这附近的桃子都被王老板收购完了 您看能不能分给我们一半 二位老哥不是我不帮 而是我做不了主 我就是个打工的 这桃子收购以后就不归我管了 要不然您找徐手问一下 看他是个什么意思 他要是愿意了 我这肯定是好说话 王秀秀直接搬出了山市书记的大公子 他们两个人最多能请到同山县县长和那些镇长罢了 是书记的大公子压根剑都不会见他们 更别说提要求啊 王老板说笑了 我们这种身份哪够得上跟徐少说上话 这件事最后还是要麻烦王老板出面 您放心 事情成了以后必定有重心 说这话不就远了 其实说真的 你们现在最想要的不就是桃子吗 这桃子不光是仙桃镇友 这山市别的镇子也有大把的桃子 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单恋一枝花 徐少这边厂子都已经准备好了 让是不可能让的 你们到别处收购桃子一毛二的价格 完完全全可以拿下 中间的利润到最后该你们得的还是你们得的 何必花着的冤枉钱 最主要是我们也做不了主 王老板不知道 我们上面的董事长金总 点名了要仙桃镇的桃子 二位经理怎么就这么实称呢 这仙桃镇的桃子上面也没写名字 再说了做成黄桃罐头以后味道都是一样的 你们金总还能吃得出来吗 只要是桃子是山市采摘的 那你们就是按照规矩办事 二位如果想收购别的地方的桃子 我倒是可以帮上一把 不管怎么说 今年先把这一关应付过去 下年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提早再商量吗 王秀秀怕两个人狗急跳墙 准备先稳住他们 下一年两个人还能不能保住职位还难说 别说下年了 往后的二十年 他们都不可能收到仙桃镇的桃子 两个人也知道这桃子的事情是行不通了 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 采用了王秀秀提的条件 去别的地方收购桃子 他们哪里还用我牵线 自己就能搞定 用我的话还要成我的人情 最后结账的时候 两个人也着实肉疼了一把 前几天 请县长他们吃饭都没这顿花的一半多 早知道这女人这么不按套路出牌 我们就应该约他们一堆人去喝茶 好家伙 这一顿饭把我们此行的经费 直接花去了一半 有人哭就有人笑 张山长望着满满一瓣刚的俘虏肉 感觉要像迷惑 左右怎想 回去放点白菜 豆腐 粉条 又能吃三天 跟姐好好干 以后吃不完的肉 让你以后吃肉吃的看见肉都想吐 王秀秀说的都是真的 前世确实吃肉吃到想吐 这边所有收购桃子的合同已经签约完成 只等京城市品厂收拾完毕 进购机器招收工人 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回到碧水村第一件事就是拨通唐城的电话 唐城哥 厂子修整的怎么样了 早就已经修整好了 招牌也安装了 工人也已经招收了好几百个 就连罐头机器今天下午也都刚刚运过来 已经试过了 全部都合格 妹子 你那边收购桃子进行的怎么样了 别说他们这些附加子地办启示来还是挺靠谱的 朋友多 钱多自然效率也就高 就说做罐头的机器 都是唐城托朋友从卫国进口的 机器先进 生产效率还特别高 这么快全部都弄好了 唐城哥你可真棒 这么大的厂子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有条不紊 像你这么聪明一点就通 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 王秀秀先是吹了一通彩虹屁 这才又说到正式上面 既然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这边明天开始就让他们开始把桃子运回金市去吧 你那边可以大力招收工人了 咱们先生产着 罐头瓶就用传统的那种玻璃瓶子 至于后期产品有什么改革 再慢慢发展 王秀秀等安定好了 还想着在罐头瓶上做文章 好 听你的妹子 咱们明天就可以开始 我这就通知下去开始正式上班 王秀秀的彩虹屁 简直把唐城吹得云里雾里 他现在浑身都是力量 自信心爆棚 觉得自己真的是干大事的料 以前不过是他不想干吧 我们下期再见